快看这个满脸是邪的老人 正满脸慌张地飞快奔跑着 他不时回头看向身后 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追赶 他急忙跑进超市 众人听到这话都愣了 超市老板让他冷静一下 老人却催促他们赶紧关上门 这时一个小伙突然响起 自己的手机还望在车里 于是赶紧冲出去拿 与此同时 铺天带地的迷雾缓缓袭来 小伙刚想打开车门 就被诡异的迷雾包围了 接着就传出阵阵惨叫 老人并没有骗他们 人们望着龙屋不知所谓 就在这时 小镇突然发生地震了 大家都被吓得蹲在地上不敢动 天花板不停掉了 屋顶的吊灯也在不停要晃 所幸地震没有持续多久 很快就停止了晃动 这时一位母亲站了出来 她说自己要出去 因为孩子此时肯定很需要母亲在身边 尽管大家极力劝阻她不要出去 可女人还是选择了离开超市 随后她的身影消失在了迷雾中 老人望着门外 不禁感慨母爱的伟大 众人开始纷纷原地休整 而大壮则来到杂务室 他想寻找防身工具以备不时之需 却突然听见外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正在不停地撞击大门 吓得大壮屁滚尿流地跑了出去 接着店长等人过来查看 并未发现什么异常 于是嘲讽大壮是个胆小鬼 店员更是胆子大 直接就把大门打开 只见外面白茫茫的一片 除了浓浓迷雾之外 好像并没有什么怪物 店员转身准备再次嘲讽大壮 可一秒几人的表情瞬间凝固 一只触手突然伸了进来 他紧紧地缠住店员的脚 直接一扯接着就往外拖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傻 刚才还在嘲讽大壮胆小的几人 此刻统统被吓得不敢动弹 只有大壮冲上去拽住店员 缓过神来的店长赶紧上前帮忙 可还是无济于事 只能眼睁睁看着店员被拖走 就在大门关上的一瞬间 大壮用斧头砍下了一截触手 接着回到超市把刚才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众人 老黑听后满脸质疑 嘲笑大壮应该回家吃药了 并且还召集了几人准备出去求救 小镇突然出现触手怪 但这群人却想砍下他的触手当烧烤 可下一秒 众人身上的绳子就被拽出去了 等到大壮几人往回拉时 绳子那头只剩下男人的下半身了 这下再也没人敢卖出半个 紧接着搬来货物加固窗户 到了晚上男人正准备享用麻辣机翅 突然飞来一只三十米长的蚊子 众人都看傻了 玻璃上也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蚊子 突然一只飓风吹了过来 砰的一下就撞破了玻璃 大批的飞虫场景超市 众人纷纷开始去掉 女人一拍子干掉一只 可接着飞来第二只 第三只 而这个美女只不小心被咬了一口 可下一秒就开始全身浮肿没了呼吸 混乱中男人想用火把寄贴 可一个不小心踢翻游动 瞬间把自己变成了火源 经过一番惨烈的战斗 他们终于把飞进来的怪物全部消灭 但是超市的众人也伤亡惨重 一番商量过后 他们决定去隔壁药店找药 众人拿上武器缓缓前进 顺利来到药店 接着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房间里竟然布满了蜘蛛丝 里面的人们显然已经遇害了 众人握紧武器小心戒备 突然一只大蜘蛛就蹦了出来 它吐出一条蛛丝被大壮及时躲开 可地上的蛛丝竟然把地板都腐蚀了 接着越来越多的蜘蛛朝着它们扑来 一个男人不小心被缠住了 结果当场就被腐蚀的血肉摸 众人赶紧转身逃跑 一只倒挂的蜘蛛挡住去 老胎见状毫不慌张 直接点燃气罐烧死了 刚逃到门口 却被一只巨型蜘蛛拦住 关键时刻店长手里的枪也没子弹 这时老人拿着露棍走上前去 呼吸一下就捅死了怪物 接着扔到了一旁 为众人开辟了一条生路 好家伙危机关头 还得看老年人 就这样他们吓得爬回了超市 等几人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后 才发现刚才参与行动的士兵自尽了 看着同伴的尸体 军官终于崩溃地说出了真相 原来这是军方的一次秘密实验 他们想要开启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却没想到无数怪物闯进人类世界 这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得知真相后一位神婆开始带劫奏 他缩使众人把军官扔出去陷阱 随后军官就被扛起来扔到了外面 男人绝望地拍打着玻璃 可里面的众人却无动于衷 迷雾里缓缓走出一只巨大的怪物 军官绝望地转过身来 随后就被怪物瞬间叼走 只留下玻璃门上的邪手印 而信徒们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大壮等人觉得他们太过冷血 于是准备带着几人离开这里 却遭到了众人的阻拦 那个神婆站了出来 表示怪物只有吃了小孩 才会放过众人 可大壮怎么会同意 两方人马开始爆发冲突 几人誓死保护着孩子 店长再也无法忍受 对着神婆又是一枪 结束了他的生命 这时信徒们也都冷静下来 随后大壮打开大门冲了出去 几人在迷雾中不断前行 老板刚找到一辆车 还没来得及告诉大壮 就被一个巨型怪物抓到空中 接着就领了河饭 现在只剩大壮四人逃过一劫 他们发动汽车行驶在迷雾里 经过超市门口时 灯光照亮了每个人的神情 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 可没有一个人敢走出来 大壮只能继续向前行驶 来到家门口 却发现妻子早已遇害 大壮懊悔不已把妻子留在家里 现在只能开车寻找救援 街道上一片狼藉 巨型广告牌翻倒在路上 随处可见被蛛丝缠绕的尸体 就在这时 前方出现了只巨大的怪物 犹如大山一样的体型 不时地发出喉叫 每走一步地面都在颤抖 吓得几人不敢动弹 他们对视一眼 难道世界末日真的来临了吗 当他们在想往前走时 却发现汽车居然没有了 几人露出了绝望的表情 大壮数了鼠手里的子弹 还剩四颗 轮到大壮石枪里 已经没有了子弹 他发出撕心裂肺的痛苦 接着来到车外等待怪物的来临 结果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穿过迷雾来到他面前的不是怪物 而是开着装甲车的武装人员 车上站着那个最早走出去的鸣器 迷雾渐渐散去军方化解了危机 大壮的绝望却达到了极致 只能跪在地上不停地悲痛大哭 电影迷雾也到此为止 影片的结局很残酷 一改大多数电影的套路结局 这也导致了口碑两极分化 但这个结局也告诉了我们 面对任何事情都要坚持到底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的朋友还请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